早安,欢迎你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今天喝的是黑咖啡 这几天呢,早上我都在替很多的家人祷告 祷告他们可以很快地在这个COVID的时候 赶快地好起来 也在替你祷告 替每一个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 祷告主的保护 今天呢,在我们的阿爸父的灵修时间呢 问了一个问题 你在生活中看重什么 金钱,汽车,工作,房子,家庭 或者是其他什么吗 今天在我们灵修读经时呢 我们读到真言三章十五节关于智慧的这段话 他这样子讲 他比红宝石还珍贵 你想要任何东西都无法跟他相比 在这节经文中 继续描述智慧的价值 他说,智慧比珍珠更珍贵 任何人所渴望的无法与智慧相提并论 真言使用智慧这个词来代替一些不仅仅是智慧或知识 圣经的智慧是虔诚的方式应用知识的能力 这种遵从上帝旨意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 比任何财物还有更有价值 此外这经文的肯定 人所渴望的一切都无法与智慧相提并论 这包括所有财产、荣誉 一个人可以渴望的名利 还有智慧要好得多 即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豪宅、汽车、游艇 还有私人飞机也无法与智慧的价值相提并论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可以从现在到永远享受神的交通 也可以得到永远的奖赏 而一个没有人属于属智慧的人 可能会迁移包围 但他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 祝福我们要追求这个最有智慧 然后让神跟我们同在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按这个小铃铛哦 下个礼拜见 拜拜